U-Bike租界站在系纸已经设置了20几个站 但是湖光里却一直找不到地方设站 所以在明竹二街靠近明峰街口 是不是可以设置U-Bike在今天上午包括议员审发会服务处 里长市府交通局人员也到现场会刊 讨论设置U-Bike租界站的可行性 U-Bike要设在哪里大家很关心 尤其在康宁街明峰街上的湖光里 这一年来就找了几个地方希望能够设站 却一直无法如愿 所以在13号的上午相关单位人员也到了明峰街 明竹二街巷口会刊 希望社区前这里能够设置U-Bike租界站 这里我找很多地方要来做U-Bike 找很多地方都不符合 希望我现在来找一个民族里街32行 靠这个地方希望可以顺利来做 让我们这里所有的里面有一个U-Bike的方便 经过多次的会刊 一直在行李这个地点 可是都没有一个很理想的地点 那么今天我们跟交通局跟公司 还有我们里长来这边会刊 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设计现在工程完成了之后 那么这条路民族二街这条路设立U-Bike的地点 各方面也蛮适合的 这附近社区大楼不少 居住人口多 在前面一点就是市场 在过去靠近台北市 所以里长就认为如果这里也能够有U-Bike租界站 就会很方便 只是要设站 因为卡在一整排的排水沟得要克服 一个做一个U-Bike 不让一个里面方便 如果要去那里 要来做卡托车 来去菜池 还是说要来做捷印 一个U-Bike 做一个就能从我做接驳 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必须还要克服 比如讲这个定机座的时候 那个水沟盖会影响它的工程的施作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再召集机工所来会看 在技术上看能不能克服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先做前置的作业 作业完毕之后 再请交通局再次来会看 沟盖上头的水控到时候 U-Bike租界站如果要设立住的话 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接下来也将协调相关单位 解决这个问题 再进一步确定能不能涉战 九层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